你已经知道了我跟菲菲的关系 就以后麻烦你 不要让菲菲撂着打探 骆维玉兰的消息了 那吴菲以后就不用负责这个工作了 走吧 我们回家 秦律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们年底 恭喜你们 谢谢秦律师 刚好你也是俊辉的校友 也是我的上司 到时候请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秦律师特别忙 没时间的 你怎么知道 真的 别瞎说 如果学长给我发请柬 我一定会来的 你不用勉强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参加婚礼的 而且咱们这层关系 你们俩也不用道场祝贺 不来也没问题 秦律 胡说话都说 不是很说话 秦律师 我特别欣赏您的说话方式 要是每个人都能像你这么说话的话 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社交 走吧 我们回家 秦律师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跟飞飞的关系 就以后麻烦你 不要让飞飞料着打探 落尾玉兰的消息了 不是 不是秦律师让我打听的 不是吗 不是 吴飞虽然是你的未婚妻 但她也是我的下属 我只是给我的下属安排工作而已 不过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那吴飞以后就不用负责这个工作了 免得你们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秦律师 你误会了 我们之间没有矛盾 谢谢你啊 秦律师 我觉得你的安排没问题 好 不客气 饿饿回家吃火锅吧 秦律师 我们也吃火锅 要不然我们一起吧 不用了 不过还是你们两个吃吧 吃吧 嗯 开得有点快 要不还是我来开吧 我觉得呢 人还是要想开一点的 虽然前男友要结婚了 他的女友又这么的年轻优秀 一定会对你造成一定的打击 但是 你也不要太灰心嘛 你也很优秀啊 你现在不也是朝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去过吗 对不对 旁边有车 旁边有车 你说 什么不对 罗维玉兰这个案子一定不顺利 陶俊辉这个人啊胃不好 他只要碰上压力很大的事情 就会喝很多苏打水 我刚刚就注意到 他买了很多苏打水 而且他肯定早就知道 乌飞在我手底下工作 所以 乌飞提供的情报 不一定可靠 你 所以你刚才一直想这些事 是啊 你没救了 你的欲望已经让你屏蔽了一个 作为女人的情感需求 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坏事 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不认手 谁能吗 如果是不认了 如果是不认了 你不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